做甚麼呀 Hello 大家好 今天直播是Manda 好正確 今天很開心 直播還要很精彩 很興奮 是甚麼來的 事緣之前去了一個活動裏 有一班青年夢想家領獎 認識了Jerry 他很可愛 他是一個 雙折棍運動文化的 推廣者 我們交給你和觀眾介紹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Jerry 我是香港雙折棍總會的總教練 也創辦了香港雙折棍運動的 我可以用發燒友去 發燒友 還有一個很沉醉於雙折棍運動的推廣者 真的是夢想家 很重要 真的是興趣夢想 所以一直到現在差不多十年的時間去做這個 十年是扶諸實行也好 有正職 不是做這項 他遲退了做 然後真正正 創意 真的創意 然後去發展雙折棍運動 你們之前是做甚麼類型的 還有你小時候有沒有玩武術的東西 小時候是沒得玩的 為甚麼呢 真的不可以玩的 因為我爸爸是懂武術的 但是他是不會教我的 他都說了 他不教和不給是兩件事 不教兼不給 為甚麼呢 因為好兒子不學武 因為學武是沒有錢的 在他的年代 那個年代 那個年代 他的年代 但他的年代隨著他的知識 他的經驗 都是告訴你 學武是賺到錢的 去到今時今日 其實真的武術來說 我們不可以用暫賺錢 我們真是用別的角度 文化、獲稅和諜愛 那是獲稅來的 肯定他 賺不賺錢 就是他立他甚麼心 以前老人家都說 習武是強身的 要修煉自己 內在很重要 你個人的修養 朱尼茨看格的鍛鍊 就是這些東西 你不是真的要去打交駁 不是那樣東西 所以我覺得 就是靈尊藥沒有搞錯 問題是你做一個發燒人 你自己點了這件事 就搞到創業 那個過程是怎樣 那個過程是艱辛 我最喜歡聽些人說艱辛的 有趣的 又艱辛又辛苦 又孤獨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都是給觀眾 可以了解 因為說了很多年輕的朋友 他覺得 我很想做一些事 但正正就是覺得 太理想化 沒錯 還有聽到的經驗很好 有一個很巨 就是他們不知道會面對甚麼 沒錯 那過來人 最好就是講解這件事 沒錯 如何將戲都出去變成事業 還有那麼有趣的 對 很興奮 所以來到這時候 你才會很開心 本身我自己的工作 其實就是LED市場的主任 但是到了2012年開始 參加了一個香港的電視節目 更加決定了更加堅決了我的信心 就是覺得其實如果繼續下去 我所賺的錢都是這樣 我所有的生活其實都是重同 還是重複複始 即是沒有變化 也都給不到有一些更加積極的心 即是變成了一條鹹魚 對 我覺得 我覺得 興趣一雙之貴是我的興趣 但我從來沒有一天 這樣把它當成一個夢想 亦都沒有把它當成一個事業 因為我覺得 真的不可能在香港這個社會 即當時你是這樣想 當時是這樣想 去到我實踐的時候 都是這樣想 因為真的很多 即是踏出第一步的時候 你都是有這樣的想法 都是這樣想 是啊 因為我們那時候在香港 其實真的沒有甚麼人玩 就算有人玩 都是躲在自己玩 相信 小朋友很頑皮的 對 那我是地拖棍的 好歸少許 但是 你只要躲起來 一定被媽媽罵 對 所以在這個階段 其實很多人都對他 興趣地玩 香港最旺的時候 自從李小龍 對 對 對 就是拿著尖書士棍出來 就是一對神般般 全世界都風行 問題就是 的而且確 你銀幕上 形象一回事 沒錯 現實世界裡面 依然存在很多 偏見的肯定 對 沒錯 所以在我們在 走過那條路 2009年 膽粗粗 幾個人在網絡 在一些討論區 不如有興趣一起出去玩 即是網絡討論人 是啊 好玩 接著 都集結了一班 真的喜歡的 三四個 慢慢十幾個 慢慢最高峰去到 二三八個 二三八個 接著又二三八個 慢慢二三十個 變回兩三個 變回最後自己一個 孤獨就是這樣 對 原因是什麼 那個情況 高潛了回來 第一就是 私之問題 因為我們全部都沒有師傅 就算今次 即是沒有正式師傅 教相接困 其實在我那個年代 甚至現在 現在好很多 很多的師傅 在我那個年代 真的玩不到 因為為什麼呢 這麼多名門大派 其實他們對雙子棍 我會玩 但問題是他不是主力 是玩雙子棍 即是玩雙子棍 即是玩雙子棍 又講到淵源問題 不好意思 很有情趣的問題 剛才問過 其實你眾說紛紜的 所謂名門大派 以國術來計 是不當它主流 沒錯 為什麼呢 十八班兵 我都覺得 入不到門 第二 他上不到戰場 他怎麼打 上不到戰場 這個有少少的 他上不到戰場 第一 騎馬的時候 他們發揮的機率 是低一點的 不過雙子棍不是在宋朝很能打的 雙子棍 為什麼在宋朝很能打的 那我又要再講回歷史 其實雙子棍 一定是 我不敢保證 但有歷史記載 一定是中國 孫子兵法 大家聽得多 但是孫子的對談 蜜子 蜜子兵法裏面的 秘城門一邊講雙子棍 當時 當然不是這樣的雙子棍 也不是雙子棍 它叫連庭 有什麼用呢 連庭就是兩條板 簡單說就是兩條板 中間有一條繩或鐵鏈綁住 其實有一次蜜子經的農田 看到一些農夫打穀 打穀的時候 打穀 是 一條長棍 一條繩 一條繩的板平 是 他看到農夫打穀 打得這麼輕鬆 我們打 打內下下 用幾下已經無力 很快 他就看到這個力量 那個射力 那個螺旋力 那個螺旋力 零幾個竹 咦 如果孫子設計了一個雲梯爬上 你攻我城 我如果每次都污前身 扔石頭或倒滾 我就被下面的箭射上 他設計了 他就在城牆裏面 向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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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兩個效果 第一就是離心力的問題 可以借來離心力 即是打谷 第二就是 他的兵器不能夠直 他要彎 他向下打 但是人不能夠捐出城牆 中箭 所以他用那個原理 就是棍子可以折曲 可以省水省力 又可以防止自己 又可以攻擊 棍子本身是 發明鑑 是 是 有一段故事是真的 沒錯 他跟老闆都是對頭 但是當時那個器械本身 是一長博一短 正式 正式 正式都是三個位置一樣的 米五長 米五成 米五長 正式 很長 因為他的技術 換算現在的尺寸 即是換算了 他其實很清晰 在那個物子兵法裏面講完連艇 有個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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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一般的刀槍劍軍 你騎著馬 都是刺進入的 那就發明了 壓迪青那時候 即是他的迪家軍 一邊就是病 一邊就是流星球 或者是流星球 對 或者是一些狼牙棒 衝著一邊去 馬力加上衝力 撞擊一些規格 人大馬跌 即是現在反而 就在西方的電影裡面 有看到 對 就是流星球 沒錯 還有宋朝已經有 宋朝已經有 還有是拐馬 即是他一打的時候 立刻打跌馬 對擺之馬 沒錯 你打跌馬 比打跌個人好 你打馬跌了 人一定跌 人一定跌 就立刻 趕拍機走 OK 那宋朝之後 其實慢慢演變 演變到 可能明朝 其實或者是清朝 其實有些暴發 他都會帶雙子棍 但是呢 他就真的一長一短了 一長一短了 所以那時候 也不是叫雙子棍 我們叫小哨子 或是大哨子 OK 去到最後 現在的清朝 文初市 有些 叫做 一些村莊的巡邏 他們都會帶鼻 即是等於現在 很多叫做 保安都會帶著 警官 差不多到處 所以去到電影70年代 李小龍 就把他帶出來 哇 全世界震撼 全世界震撼 但是另外有一個說法 就是源自琉球 沒錯 為什麼 在明朝那時候 在明朝那時候 日本和福建 即是其實 那時候叫做琉球 琉球 他們那時候 一定是向著我們的明朝 是順敗 就是稱我們為王 那他會 除了 他順敗我們的文化 他一定要學我們的文化 去送一些貴族子弟過來 那貴族子弟來到 沒理由 只是學你的商業 種菊 什麼 總之有什麼好東西 就拿回去 嘗試學習 那時候 雙節棍 雙節棍 其實呢 它的名字叫鏈家棍 那日文叫 福建話 鏈家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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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來的 這樣來的 對 就是想見到什麼 就是講什麼 對 樓球那時候 為什麼叫Lunch Chuk 到現在都叫Lunch Chuk 其實就是在福建 傳過去 反而現在變成國際上 哪個正式名稱 是這個Lunch Chuk 相似過Lunch Chuk 在英文來說 它叫Lunch Chuk 因為其實 你知道美國人 他不喜歡發美音 OKOK 但聽法是差一點 但日本 或者是全世界認定 其實它都叫Lunch Chuk 但在早期呢 他都不承認 他叫Double Stick OK 這個很簡單 沒錯 因為他直譯了雙節棍 雙節棍 雙節棍 所以就不會太花神 所以有歷史記載 我只可以用我的知識 我學到多少 可以說多少 就是在物治兵法裏 雙節棍是有記載的 只不過他不叫雙節棍 那次的形態 描寫 技技方法 其實都很接近 整件事就是很尊 很有歷史的背景 因為說真的大家玩 看電視是很簡單的事情 原來這麼多淵源 在這個過程中 一定要很愛好朋友 這麼認真 這些專家 大家又學到一樣 原來就是 大家只有李小龍的事情 再早一點 沒有李小龍都帶不到雙節棍出來 因為都很感謝李小龍先生帶了出來 我才透過他的電影 哇 雙節棍 那次才著目 所以為什麼當時有研究的名字 怎麼會這樣轉 又是有亂股 以我所知 因為當年琉球的人學了之後 其實很多種冰桌 都很容易 為什麼會變成 主要是雙節棍 他們是國技呢 是 因為後來日本侵佔了琉球 那個人叫沖繩 莫府佔領琉球的時候 其實還是冷兵器 但是有一個很過癮的禁令 任何地方都一樣 是禁止琉球的人帶兵器 沒錯 你不能夠帶兵器 那怎麼搞呢 正如你所說 無印 你不像兵器的東西 他們打鼓都要用 沒錯 打鼓都要用 隨時收起來 所以你看不到他們有兵器 但是日本的武士刀和規格 對著張哲棍 還未必贏面大 隨時能動手 所以我記得有一件事 就是我小時候玩話不誇張 我其實改裝了一個等場 中間說我不會用鏈 因為其中一個招 就是用鏈來鎖毛士刀 我專門學這些東西 是由鎖毛士刀 我覺得你小時候真的很發言 很難的問題 為什麼我會研究 為什麼我會研究 為什麼我會記得那個名字 為什麼會變成中國原本的東西 變成去日本 出了名字 用琉球的名字 怎麼會這樣來呢 因為日本就是當他神那樣大 打他不贏 所以後來 李小龍發言這麼大的時候 大家反而那個形象 是會投射了 覺得他是琉球的兵器 而不記得他原本來自中國 有這樣的樣子 即是近代用最多的 反而就是琉球而不是中國 或者是菲律賓也是 因為他那次都是禁武的 所以因為其實日本 對他也是 沒錯 他打來打去都是日本刀 小刀 但突然有新的東西 怎樣對視 怎樣對應 所以真的爭取了 對 所以外面發言過那麼大 多得一些有些國家保留 所以 謝謝李小龍 沒錯 真的很好 這個宣傳非常棒 他打得有型 所以也吸引了很多年輕人 會不會喜歡這件事 然後也解釋一件很過癮的事 就是主流中國的十八般武藝 其實是不包這件事 沒錯 會不會是因為當時真的沒有人 去發揚光大 他那個藝術的不良 那種意識 第二 其實我也是考究過的 因為其實我們中國 劍一定是軍子 正常 刀的就是一般的武將 劍擊、叉 全部都是長兵 即是步兵 即是正式軍隊配備 沒錯 正式軍隊配備 但還有一件事就是 為何中原不用呢 因為它是邊賽的武器 中原怎會用這些 少少蠻兒 蠻兒思覺的用法 四正孔 我們堂堂大國 刀槍劍棍 怎會用這些翻兵的東西 因為其實騎兵 在賽外很多人用騎兵 配相接棍 所以在中世紀 在外國的騎士精神 其實他們都有這件事 所以中國它中央的感覺就是 我覺得我們自己有個武士 我們是刀槍劍棍 我們劍已經是個地位象徵 即是你這些屬於什麼地位 解釋不了 即是當你是一些冷門兵器 對 還有他們的等級制度很厲害 那時候的軍閥制度 你是這個級數 這個級數 你是配什麼兵器 是級數定了 這個就很問題 因為你兩支棍加不在一起 你真的定不到級數 你真的定不到級數 我好像找到一個位置 就是中間的位置 這裏又不是 那裏又不是 正正這個位置裏面 它就可以配合到不同的環境 是 而是可以走到辣 是 可能就變成了一些 比較市井流氓用的器材 或者叫做巡邏用的 實用就很實用 我覺得 實用一點 但是你說拿著把刀 地位就一定比不上 所以在當時我覺得 這件事進不了十八般兵器 其實也有它的原因 不解禁觀點 所以是一定有的 合理合理合理 但你剛才說過 它本身很實用 民間都會用 民間都會用 會不會就是他們 十八般武藝 那些武藝當中 可能有整套東西才行 但是可能這個部分 就是你只要發得到 你用圖用得到的話 是 打到膠的 打到雲人就行 相對地 會不會有這樣的原因 在他們的用法上面 就是太自由 不需要跟得到的 其實基本上 我們再用一個細心點去想 農民呢 沒有東西做的時候 當然是農民 有國家 所以有時候就是戰士 那如果你一般的農民 沒有東西做 你拿著牌也好 鏈家也好 你一定會無聊的時候 做幾下運動 所以 農法 法式多了 是的 冰龍一齊 所以 那家武士的時候 你不就做耕田 那家人就去做士兵 他們一定有一定的經驗 以及對他們的器材一定有掌握 所以他們那種方式 又未入樓樓 因為全部都是民間 是的 民間的東西 他要入樓的時候 其實有一定的限制 就是農民都適用的東西 就很貴 對 我是這個大派 很貴 對 純粹用一個等級來 對 沒錯 這不代表 只是一樣 你小龍打架 最主要是什麼 不是型的 是打倒你的 很實用的 但是很多時候 真的 就算現在也是 譬如你會發現 學一些武術 某些 譬如踏拳道 他們是做動作 會比較多 我想這個 可能會不會是以前 很多時候 在一些武術的系統 當中都出現了 這樣的分歧 一定有的 我除了每一個門派 例如每一個門派 我是屬於皇家的 就是皇家學的東西 還有民間的東西 就屬於民間的東西 民間學得的東西 皇家就一定不會學 皇家學得的東西 民間一定不會知道 一種東西有些分別 對 一定有分別 就是那個標準化的概念 如果沒有記錯 因為任何兵器 就像Amanda所說的 不只是砍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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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砍 就是劍 都要有花式的 對 招式 你要做一些基本的 有分內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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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複雜的問題 很複雜 很複雜 雙戀問太過樸實 樸實 即是創所謂的 農民這些 就打 那些還要做一些 但有分別 為什麼 因為我真的不喜歡 你隨便招出去 是不可以的 你招出去 回頭那一下 還要命 還要命 看電視 打傷自己 就算你看到 李小龍 有很多招式出來 例如說 他招式的方法 正手反手 不止 方向也不止 他回彈那一下 跪式 回彈那一下 很多人沒有留意過 射役 很少人留意這麼實用的兵 可以這麼多花式 變得出來 就算是雙治郡 就算看李小龍電影 他有一套東西 可以變成標準化 等於門派招式 可以做到 但你當時 又要考慮標準化的問題 沒錯 其實我在很早期 為什麼學生成功 除了亂鬆鬆地玩之外 其實就是 看著一本書 不 都一定會 有書 四十幾年前 崔成忠老師 經常畫了一本書 其實就是 現用至今 其實很多人都是 很多不同的 很多不同的 在我本書裡有介紹 有書 等一下介紹 在那本書裡面 其實很多不同的出版社 可能抄考 或者是參考 都出過類童 我應該是看了它類童的 其實原汁原味應該差不多 因為崔成忠老師 送了一本原汁原味的給我 哇 你很開心 真的很幸福 真的很感恩 不同的前輩同社 但問題是 你看著一本 平面的 你怎麼誤出來 其實真的不行 透過不同的錯誤中去學習 打得痛自己 打得真的害怕了 應該還有很多次 一定還有很多次 有時候玩 所以到現在這一刻 我都在學習中 學習是無聊天的 學無止經 不要緊 但在那個時間 那個階段 基本的 由創中 慢慢累積經驗 去到 這樣會打中 就避得多 不用避 不用避 就反應好了 學習都要痛之後就懂 當然這個是創無的學習 去到我們現在 我真的總結了一些經驗 教學生就很快上手 也避免了這麼多冤枉怒 這個標準化的好處 任何武術也好 任何運動也好 應該就是早晚提升華為運動 運動才算 日韓都可以玩得 雖然很簡單 的而且確就是 看起來簡單 控制它不容易 所以如果說 你那套標準化的武術運動 雖然在武術裏面 你那個由淺入深 會不會像空手道一樣 有段數 有有有 我在這個2012年開始 創立了八級八段 就是八個級別 八個基本的考驗色帶 然後黑帶有八段 由頭幾段都去考 之後那些就有一點點不同 例如對雙子軍的貢獻 對那個影響 就是由大家 我們叫做一個高手會 高手會就是一班 真是全中國 真是熱愛雙子軍坐在一起 去討論 去研究 研究了多久 如果真的的話 中國真的有二十年 有二十年 但是歐美還有三十幾年 歐美 很美粉而中 因為其實他們那時候 開始有 他們創立了系統 歐美是這樣的 他們的外國是習慣 習慣是這樣的 習慣是這樣的 但中國人是有 習慣了 講心得不是講座 還有就是我有一招 我怎會這麼輕易教你 不會教你 這個能化 中國有別 這個是私誠的問題 你是我的徒弟我當然教你 你不是 那當然跟你淺淺淺淺 正常 正常 所以在九六九七 亦都是我剛剛開始亂玩 那時候是不科學化 不科學化 亦都不能參考 因為大家都是亂中 很多教練都不知道 我們所有的師傅 只要是透過理想用電影去 慢慢摸索 演變出來的 成績 所以我就跟他 那種微力 那種精神 那種 會不會是跟他那個 武學 那個 截權道的概念 一脈相承 有一定的關係 因為截權道 不是一種很實質的東西 是 很多人都誤會了 但其實他有一種精神 他有一種哲學 他有一種 武德 內涵的東西 但是他那種東西 給了外國人去研究 研究出來 不跟我們中國人 有一個角色的內涵 所以他們就系統化了 會會 他知道科學的理念 他用精神比較多 其實兩邊是互通的 是通道的 因為李小龍 他用截權道會經常都是這樣 其實我都拜讀過李小龍 其實他對余式道 他都有很深的認知 尤其是道 對 所以這個文化層面 影響了中國五千多年 但鬼想很難掌握這件事 很難的 很難的 所以 譯完英文也不知道是什麼 對 所以其實我們中國人 有這麼大的寶 但我們很少去研究 所以真的很浪費 沒有發現 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 對 有些東西鬼是不會想得到 對 還有他的科目 對 所以其實 他們外國人影響了 影響了他之後 他就盡快將它系統化 盡快將它階段化 盡快將它階段化 還有一個叫做量化 例如 這個階段學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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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他不理中間太多的細節 這件事反而是你東方武學的 基礎反而可以理解到這件事 他們有益 可能沒有了裏面 很多時候我們中國人 就受著 可能由小到大 老爸說一些 四字成語 或者正經四字成語 可能內涵一些的 例如說一些 孝 人 兒 會影響著你心軟 雖然你不太明白他講什麼 人兒道德這些是由小到大 教你做自己正直 做人要有謙虛、內涵等 無形中影響 在陸外國不會 你要自信 你要表達你要怎樣做怎樣 所以是很不同的文化 很不同的 所以是不同的階段 那個成就 或者創造不同 互相融合到的話 其實是很考功夫的 很浪費時間 所以我們玩了十幾年 最近這幾年 由這個創中學習 有夢想的人 他會不斷去試 因為你就是那種 passion 只是很喜歡 你不會因為算利益 或者算效果而去減少這種 就是這樣才會做出來的 因為你能夠中外互通 你變成那個基礎很不同 會會會 你只是在變work 所以在內地 他們比較系統化得 沒有那麼明顯 因為你知道內地 只可以在內地的文化去流轉 在外國的時候很少吸收外國的 我們又要講求科學 但我們也不能忘記本質的核心 所以兩件事 你要拿到中庸之道 不簡單 我亦都用了那麼多時間去研究 其實還不夠 即是那條路走不完 所以 你喜歡那件事 正一刻也沒有辦法 但是你熱誠 你明知道你這件事 你可以更加好的時候 你沒有理由停在那裡 除非 除非你說 其實我夠了 沒有可能 但那個段數的制度 為何要先成形 沒錯 那個段數 我們有分八級八段 八級就是 例如Level 1到Level 8 第一段到第8段 是可以考的 然後黑帶一段 去到黑帶八段 那頭三段可以考的 之後就不考的 之後是 你對雙子滾口中的熱誠 的一個推廣 影響 對城市的一種影響 所以我們在香港 其實有一個中國雙子滾聯盟 我真真正的代表香港這個聯盟 就是對這個地區的貢獻 或者對這個地區的推廣影響 日本那邊有部分 例如空手套 或者柔道的段數 它還要有對賽的升級要求 有的 但你這邊的段數要求 有沒有要求 我們的段數要求都有 例如1到8的Level 我們除了要打基本套路 因為我創立了九套套路 九套套路 由淺入深 由步法、心法 到最後有一點的心法 和兵法、閒法都有 但當然太深 我們還不跟學生說 去到這樣的能力 我看到 有一點點 都可以說多些東西 你知道年輕人多說兩句 他就說 師父夠了 所以可以 你講到時候學 講得多的時候 他又吸收多的時候 一到八可以考的時候 我們除了套路 還有我們的競速 即是有一個 例如一分鐘打幾下的穩定性 最後來 去到黑打開始 我們有一個 忌擊的考驗 考驗 在香港來說 我們還是沒有推忌擊 但我們在中國內地 已經有 例如打套路的比賽 但也有忌擊的比賽 忌擊你是好像打莊 對打 當然是用海綿 海綿 對 海綿來說 都有一定的手傷 對 因為剛才試過 都很穩定 但體育時間也不簡單 Jerry去介紹 你所謂的海綿棍 其實海綿棍 不簡單 其實這個海綿棍 基本上就是 一代代不同 現在去到這一代 我們研究團體 已經去到第五代 海綿為何叫第五代 第一、二代 其實它的臉 可能也有一點致癌的物料 但去到這個 已經是全世界合標準 即是外面是軟的海綿 但裏面不是 裏面是一支尼龍 一支尼龍 它穩定了一個重心 離心 即是打起來 即是重量分配 研究都很仔細 沒錯 而且這支棍不是很重 看起來好像海綿 但其實它是150克左右 150克左右 我都覺得輕 輕的 但是力量加速度 出來的力量更不同 就像學李宗說 一拳打到1600磅 怎麼打 就罪於一點力 當然雙子棍來說 我們講求 其實很多朋友說 為何你不用重一點去練 不是用得好一點 其實雙子棍 這是平衡重量 平衡重量 其實我們騙的話 就應該是棍頭 但是如果我們按一個概念去講 其實很多人問我 其實重一點是否強一點 是否快一點 其實不是 即是等於你拿兩個啞鈴去拚 第一,你首先傷了關節 第二,它出來的力量和速度 是不是真的符合到那個 叫做我們符合的離心力 或者向心力量 因為如果你真的 這個力量很厲害 其實我們可以 力學就是物理學 當然我不是那個範疇 我只是用簡單 最基本的原理 它有力學的存在 它有軌跡學的存在 它有美學的存在 亦都有這個 這個我們叫做 有離心力和向心力研究的 物理學 力學 所以 單是一枝棍 我們研究團隊 其實到了現在 都是第十一年 第十年、第十年 看起來簡單 任何人創業也好 很明顯 為何這麼小的細節 都會留意到 是 為何我們要創出 其實在市場買到就算 最舒服的 就是 就是買完回來 知道都不適合 第一 用不下手你就知道 真的 我們整班人 整班團隊 就是覺得 為何總是不聚財 總是 你發出的 它不是直線 你總是偏一點 沒錯 我們初學是沒有分別的 但你玩到一定的時候 沒有理由 我明明是打直線 打直線 為何它會跳 還有手感 對手感就是我的手感 所以 差點就差點 我可不可以醒覺 如果不是你自己出之前 其實會不會出雙接棍 都是弄了出來 讓人做一些運動用的 所以我本身有很大的研究 就是兩塊木放在一起 所以 你沒玩過 你不知飄的那種感覺 是很令人露氣的 我們打出來 雖然是棍 但我們是一條直線 一條直線 一條直線一個點 就好像一條蛇咬你 它不會繞幾個圈才咬你 即是你發出去 它一下子一去 它就去的了 在我 2006、2007年 我買了很多支棍 我媽媽 但我周圍 叫媽媽媽 但我去買 買回來 其實都是同樣的問題 第一 很寬容 其實沒有辦法 但其實它是不支持的 但多求幾求 它都要買給你 那對 你問媽媽很高 那不是爸爸的 我說被人打得不需要玩 心軟的 心軟的 但問題是 你買回來的那支棍 其實都是不適合你用的 你玩得久是你會知道的 後期我們2007年 有個團地 即是在網上 大家志同道合 適於微詞的大家研究 到今年第10個年頭 所以用不同的器材 例如這支 這支 這支很漂亮 這支 我們叫合一棍 一支棍 一刻已經是雙子棍 它有一個磁力的話 其實玩個花式的話 其實它的效果是挺過癮的 很過癮的 多於視覺緩味 而且這個美感就正好多 它多一點不同的效果 如果你說整個劍架 它真的像東洋刀 這支很難 因為這個叫經典版 一看就知道 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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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 這個你直拿的時候 就像東洋的短刀 一方 就像一個板 而且你打人說 你真的不知道它會把頭 這個也是用特殊物料 叫菜鋼 菜鋼專門用在飛機上的塑膠 它強化 抗侵蝕 它的物料就是對於我們耐跌 耐壓 耐溫度的變化 也不會那麼容易爆 所以我覺得它的設計 就是多於玩意 多於玩味很重 對 就是比賽或者是打人 可能這些 這個要來欣賞 這個欣賞 還有很多花式 陪特麗 你一拋棍 然後一搓 變成一支椅子 去玩 也有不同的效果 在我的網絡也有個片 你會看到其實這些白色是字 是 其實不是一些的 很厲害的抒發 是真的有抒發 所以擺出來的時候 怎樣剛才說 擺在這裡 可以變成一個欣賞的 一個很漂亮的物件 原因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也都加上你們的智慧 將一些傳統的東西 加上創新的思維 去做出這個效果 挺不錯 其實我們來不久 你想到現在才有這個方案出來 因為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很多東西 除了這個東西 我們其實也有 好像星球大戰的光劍 哇 即是發光的雙子棍 即是極光雙子棍 最顯正 對 看在舞台上 真的一流 因為為什麼 如果你看慣了平面 或者看慣了一些普通的器材 你沒有什麼吸引 噢是雙子棍 你突然看到有鬼跡 人類對光 火的東西 就立刻有定間 而且你那個發光效果 是可以被人看到鬼跡 對 你用電影慢鏡頭 不要一回事 你真正正自己在做花式套路的時候 是讓人看到你那個運轉的鬼跡 即是令人有感受 對 還有我們除了這個光之外 其實光裡面就可以有圖片 例如我們有一塊 即是那隻LED 是你之前做什麼的 其實LED 都是LED 所以很多東西可以放進去 加上有聲效 如果再加上尾波 有一個Laser可以寫出來 其實那個 整個表演 那次好像變成有傳統的武術 有舞台的效果 已經變成另外一個 現在符合我們的口味的表演 即是基本上我們還有一樣 就是加上頭影 跟頭影互動 其實現在都是一個 舞台上比較前瞻性的視覺效果 這個發展方法一樣 但是現在組織情況發展如何 組織情況基本上 我們除了一般的 我們香港的組織 其實世界各地 都有我們不同的聯盟 聯盟 對 你喜歡玩的有一班 人在各地都會 其實如果全世界 非正式統計 有125萬人 在玩雙直棍 哇 中國的所有的大學 高專裡面 都有一個團隊 每個團隊裡面都有一個Leader 每個Leader 就是我們選入之後 我們就有十幾二十人的高手會 所以高手會就是 真的專業 專心去研究雙直棍的發展 那種演變 那種比賽 還有怎樣去推廣全世界 雙直都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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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問題是 雙直之餘 雙直之餘 看到這個世界上 很多人是很熱愛這件事 因為你說的是很專門 是花很多時間 因為我相信每一項運動 武術禮的時間是花很多的 這個投入真的很厲害 真的完全是血汗來的 時間 完全有關係 看起來很簡單 這個小換衣問題 原來這麼多 背後 組織現在 香港這裡見到會員 香港的話 其實如果非正式 即不是核心的話 即是計算學校那些 即是計算學校都會玩 我想都有三四八人 分八二十人 因為我有在教一間大學 教兩間中學 有小學 有社區的中心 如果核心的成員就有六七十人 但怎樣跟學校家長做教育先 因為他們經常覺得 有些男生玩的 首先 原來無意之間 才知道原來我的學生 就是那裏的老師 那裏的校長 真是很容易的 那如果你無端端去推廣 其實真的不行的 因為為什麼 我也有學生 我師傅是做雙植棍教育 他其實拿過很多的榮譽 拿過很多的活動比賽 但學校就會先研究 慢慢看 再就是 很危險 原來雙植棍很危險 不是很適合我們小朋友 但他不明白 原來我們發展至今 其實雙植棍很健康 很安全 很安全 還有海綿 其實這個是成人版的 還有小朋友版小一點 輕一點 再輕一點的 其實這個發展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錢 雙植來講 不是那麼難學 因為他分成段數 沒錯 又簡單 又淺入深 重點就是 雙植棍 它為什麼值得小朋友學 以及長者都很重要 因為雙植棍 我們右手 左手就是油腦控制 右手就是左腦控制 其實當我們的左右腦 很多有一定的敏捷 其實對於我們身心的平衡是好的 第二 所以是協調 很重要 還有我們學習這個集中力 紀律性 小朋友 還有身體的平衡 協調 敏捷 反應 這些肌肉是要協調的 還有二頭三頭 但如果 我不是說其他運動不好 其他運動都好 但他協調 也算了 因為他是動態的兵器 正態的兵器 我請教 剛才講的其他兵器 譬如劍、棍、棍 相對地 你比較認識 但剛才你講的很重要 就是你要感應到他的力 腹度、力 以及他要拋脈線的情況 是怎樣的 你要感覺很強 因為現在很多小朋友 是沒有感覺的 他對自己的身體 是不好認識 因為他很少這麼敏感 但你每一下 譬如你值不值 你那一刻 都應該有不同 有 他要有相對的敏感度 除了你做了一個形 之外 其實他要回到裏面 去自己調整很小的位置 會不會就是這個原因 亦都令到他們 整個人的成長 或肌肉的運動 會更加再好 其他運動 我只要說是小 因為其實我們相對 其他兵器 或其他武術 他可能離來去的幅度 都是八個方位 而且他不會離開一隻手 我們有離開手的玩法 有拋上去的玩法 有玩花 有一個轉動 因為我們有八個手法 八個手法 例如換手 武花 拋棍 收棍 離手 手指技 法力 反彈技 加上不同的棍法 幫圓法很多 對於其他人來說 為何他有這麼多東西玩 這麼不同 你拿一把劍 你不會很難拋 正如正如剛才所說 因為需要找到動態的定位 靜態用不到 所以它保持動態的協調要求很多 阿曼的理解是沒有錯 沒錯 因為聽你這樣說的 我回想起很多時候 很多年輕人或小孩子 他們的微細肌肉很少分裂 變成他們很多時候動都很不敏 他們對自己的運用是有挑戰,很簡單 我叫他站直,他以為他站直了,但其實是這樣的 他完全完全不敏感,變成這些位置他需要不斷用之餘 我覺得,雖然我沒玩過 但如果你說到某些角度部分,他的手的觸感已經差很遠了 你要感覺到他的力量,而且你的力量 因為最後那一刻是差很遠的 而普通大的兵器,我估計比較形式上 他有一個很明確的方位,告訴你 所以如果真的在小朋友上,你想訓練他比較敏感度高 可能這個也是其中一個很好的模式 而且他可能對於小朋友來說,很有趣 第一,他一定很少見 第二,他見的地方一定是李小龍的氣 或者是假裝李小龍的氣 你沒有第二個方法可以見到 一般來說,李小龍第一,明白了 但一般來說,除了李小龍還有什麼地方呢? 真的,想起,先拔開 因為一般人來說,只是想起李小龍 陳真,陳真也是李小龍 正問題 你很難超越嘛 對,也相對是 沒有辦法 很難超越嘛 或者你的表現,相對地別人就可以接觸到 一般來說是比較少的 電影,因為很多電影、電視都會透過這個相接關 向李小龍之間致敬 無緣無故都要加插一段 但要普及這件事,你那個推廣 做了什麼事情呢? 成效如何呢? 其實做了很多 成效真的比較慢 因為第一,你要令到社區 或者很多不同階段的朋友 對他 第一,你先不抗拒 第二,你先有一點時間 讓他解釋 第三,你真的要體驗一下 摸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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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有一個機會去展示 所以我一直在社區裏面的表演 推廣義務的一個方向發展 其實都做了十年 但是起碼由最初到現在 是有一些我自己覺得驕傲 原來這麼久的一個叫做義務演出也好 推廣也好 其實原來大家對它是改觀了的 改觀的意思就是 雙折棍 以前就說,哇,雙折棍不行 雙折棍,挺有趣的 有進度的 說真的,你聽一個新的概念 或者要令到人改觀 是要花點時間 但是很明顯幾十年 你剛說辛苦 你看到他仍然很高興 很擴奮 因為你很喜歡這件事 很沉醉這件事 你現在的事情差很遠 那段孤獨的道路已經走過了 現在可以人認受 基本本來說是三百多 有興趣 又未知道怎樣參與 你起碼知道現在是有一個平台 讓他參與 如果這樣事前真的很多人不知道 對大家 第二件事就是 我想是曹昔瑜之後的效果 以前那些搏擊武術 搏擊運動 大家都很抗拒 但自從曹昔瑜之後 大家會正面很多 況且更加不會流血 反過來就是 其實那個演藝 或者那個藝術成份 其實那個含量是可以很大 但有沒有機會是可以再公眾去演示這件事 香港不是那麼多比賽用這件事 香港的話 其實一般的角術比賽是會有機會的 但它不只是叫雙接棍 它是叫其他戲械 其他戲械 其他戲械 都撥了另一邊 都暫時還未去到好主流 所以我自己會搞比賽 我香港今年開始已經第一次 在4月16日 在香港收盾球場 去搞第一次的香港收盾球場比賽 當然比賽的人員 多數是我的學生 學校的學生 加起來 起碼我們踏出第一步 自己 你們不搞 好 我們自己嘗試去搞 人家未必可以去到 那麼全力去支持 其實就自己嘗試一下 如果透過自身的影響 例如原來有比賽 會影響到他們 我也想參與 我也想參加 怎樣搞 所以第一步是很重要 自己做 對 其實第一步最艱難 就是你會想 其實其他人怎樣看呢 這個機構又怎樣看我呢 其實很多這些疑慮 打開就可以了 對 但是你不做這一部 你永遠只可以叫做其他戲械 其他戲械 其他戲是什麼呢 可能是 我不知道 但是大家都不會知道它叫雙子棍 我以前其實除了真是 志同道合有一班人去玩 其實最大的情況就是 我很想有一個平台給自己去玩 才慢慢有一個平台 原來就是去幫其他去認識 慢慢建立到現在差不多接近十年 至少有一點順利了 順利了一點 順利了一點 要有些時間 有些比賽環節 就是在中間間長的時間 就要有人出來講解演示 表演 就是增加教育教育 教育教育 甚至有一些是邀請交流團 可能都不知道非洲好論 都玩上棍棍 很老實 可能都不知道這些事情 問題就是剛剛剛剛 張榮已經說 其實有很多長職在 其實很容易拉到 有啊 其實我們基本上 我們叫鐵衣服 其實如果全世界 真的有系統的發展相接 只有三個地方 第一我們族是香港 第二就是中國的武漢 第三就是荷蘭那邊 就是去到那邊了 就是比利市的附近 沒有辦法 他們是最早的 最早的聯盟 他們差不多有三十年的歷史 由系統去到發展去到器材 都很成熟 但是它這麼大的組織 其實我見到它每次的人數都不太多 都是的 都沒有辦法 都沒有辦法 那些位置都是很專業的部分 是啊 所以他們跟我們有少許分別 就是他們會加很多不同的門派 例如空手道 合器道 泳春 但是我自己來說 我就喜歡比較專業 專門一點去發展相接棍 專門 很喜歡的 其實沒辦法 我唯一的興趣就是相接棍 也是唯一的 真的可以令到我 很忙我去玩 加強我的動力 每天起床 不是相接棍 就是相接棍 你不是正在教的路上 就是準備在教 所以不是孤獨 所以這條路怎麼說呢 我自己享受的孤方自相 不說不說 但是真的走得那麼深 走得那麼遲 不是那麼多 因為他去到的位置 是很辛苦的 我們說實際一點 吃不吃飽飯 真的 你擺平不了 我自己吃個饅頭 吃個包我家 所以我自己是對於這件事 我真的喜歡 其實我餓一點 窮一點沒有緊要 但是最重要是我開心 因為你開心 你不是說吃一頓鮑魚 魚池就滿足到你 那你還要辛苦一點就減肥 所以我開心是來自於 他給我 也為什麼我這麼想做好他 因為他相接棍給我太多 為什麼太多 他給了我很多好朋友 給了我很多知識 很多的摩絡 很多的人 因為欣賞我 欣賞我相接棍 我不是玩相接棍 其實可能真的未必欣賞我 很多前輩 老師 很多朋友 所以不同的 坦白說 他也是因為他有這個 passion 很多時 很多年青人都有很多 passion 你認認真真去做 很專業 很熱愛這樣做 其實那些東西就回來了 朋友好 甚至乎你們自己會出產 你不知那個商機會怎樣 還有去到某些位置 當你那個能力 去到那麼 solid的時間 其實倒過來 我相信很多投資者 都很想找一些 那麼獨特 那麼有quality的東西 有類似的 因為其實一開始 另一件事 已經進入主流 就是你那個搏擊 做了健身的主流 沒錯 問題是搏擊裡面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 非一般的 所謂武術項目 都可以研究 你那個段數 其實很正經 其實你和教育系統 是沒有衝突的 所以為什麼 就是說 如果你看日本的話 日本是很好的系統 例如小學要學什麼 中學要學什麼 大學要學什麼 大學要學什麼 多數中學 小學會學油度 中學會學空手度 然後大學會學劍度 他分了層次 當然跟他的歷史文化有關 但是你要發覺 香港的教育制度 他的所謂體育運動 不是那麼規復 本身已經不規復 最好就是 不要做那麼多 另一件事是很成功的 如果你看另一個項目 我朋友張亮搞出來 傳承佳馬 他其實現在已經自負盈虧 甚至有錢賺 當然 因為他入學校 做得好 而且定位 是很高 變了他針對的對象 例如那些很難玩 變成青年才俊 變成青年才俊 因為他入主流的主面 是很大的 青年的毅力 挑戰能力 專注度 通過了跑步 看完了出來 反而去跑步的時候 學業突然馬上 有很過癮的副作用出來 所以變成日本的體育教育 是有一定的武術成分 是有原因的 沒錯 香港這邊就不是那麼規範 傳承佳馬之後 其實是一個很清晰的 所謂社企模式 是出了的 沒錯 但你未必要當社企 這樣做 但同樣道理 你是有一個所謂運動成分 是很規範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和你的主流是沒有衝突 不可能你想要怎麼融合 你可能現在就需要一個創意的方法 怎樣把它可以融入主流和這件事 就是差點點點的位置 所以就是請教前輩 不不不不不 我又要分享一點點 就是今年中國中央發佈 我不知道有沒有說錯 說錯就見兩 他們把武術這件事放在高考裏 有得分 所以很重要 但是同事規範了一件事 他不讓你各自這麼多門派 沒錯 又不可以私自打鬥 很重要 即是你不可以自己說自己是一個門派 應該的 即是他要將它運動化 我亦都要將它 即是他要科學化 沒錯 他要入到主流 所以其實中央那個理解 跟Jerry二十年前的理解 是完全吻合的 你要claim得到一個運動的話 你必然有一個科學的成分 如果你說要習武強身 甚至學某些所謂武德的話 你更加不可以亂來 你各自自立門派而不大 反而就是你變成一個段數 一個課程 你要考些什麼 有一個規範的監管 很清晰的 這種所謂科學化的處理 反而就是中央現在樂意見到 當然是 因為你知道你可以走到國際 以及客觀 整件事就會見到別人 我們中國以前傳統有少少違背 但是最上外國 任何教育很簡單 你可以教 可以學 可以考 這是很重要的 沒錯 這三個很基本的元素 以前中國武術為什麼做不到呢 大哥 你說門派 我不肯教 教了我不講心法 你死去了 那就沒有了 你除非對打否則 我知道哪個很威風 你好像武功的東西 一個站一個躺 一定不行 你真的要打過才行 那些是很虛無的東西 你沒有辦法 真的變成全民運動 反過來 如果Jerry 已經花了20年心機 將他變成科學的東西 可以教 可以學 可以考 基本上是 符合了國家的運動政策 我想差幾步 不差很大 正如剛才說商機的話 本身作為一個 可以收費的運動 健身學夢 已經可以做得到 好像Jerry說 已經有這麼多老師 在學習 都在推廣學校的話 不會做不到 就是怎麼推 可能就是欠缺一個平台 或一個再大一點的認受 第一 到底這件事 推廣的時候 對學生 社會的效益是怎麼看的呢 對 還有就是 發揚國上的大哥 春秋漸國映 那些現在都被人當 奇葩兵器 那些傻 只有李小龍 問題是 他的表演方式 局限了一個電影圈子 沒錯 他在社區的時候 有多少表演機會 很少有人提出這件事 你過年那次 也是武龍武師 但武雄節關不關 是啊 最近這幾年 春節都找我們 不過我們叫做 很多學生都不在香港 所以沒辦法 可惜 這件事 其他節慶日子都可以有的 是 還有一件事我都可以分享 就是其實很多時候 為什麼雙節關 很多學校的學生都喜歡 因為很快就可以組織一個 表演的機會平台 是啊 是啊 我不可以這樣說 因為學武術 其實所有藝術 一定要負時間 是 但是雙節關有少許技巧 可以調整 可以令他快一點 分了段數 那是不同的 其實雙節關 你耍幾下 都會覺得小朋友 很厲害 像你所說的 你那個激光雙節關 表演成功都可以很高 整件事很好看 視覺上 是一個震動 視覺上 是一個震動 即使動作不難 但有不同的器材配搭 整件事 差很遠 再加上一件英俊 即是衣服 在舞台上 這是一個很耀眼的一個項目 是啊 其實有人看你有沒有主動爭取 例如說 節慶的表演 可以主動爭取 好老實 Amanda做了這麼多節目 都知道 其實是被罰尾的 你不是又是舞弄 你又是舞弄 你又是舞弄 是搞錯的 現在又是你的 我自己的商界也是 其實有很多慶典 例如說 上市儀式 那些慶典夜晚 極其量 敲鑼敲鼓 其實打鼓也不是入主流 打鼓也好 有水 又有螢光 即是有很多新的 很多東西 我想是那個 小時候 可能那一陣子的 到你這部分 剛才說 你又有螢光 我腦裏面 已經馬上想到 我整班人很帥 整個事 又有力度 又有勁 而且又要謝謝李小龍 一看到這件事 其實你很容易拉急了 那個概念 那些概念 講國水的事情 你這些事情 會很過癮 相關聯想 你想起李小龍 想起雙哲君 想起雙哲君 想起李小龍 想起李小龍 又想起本土的精神 文化 其實真的有些關係 所以覺得 很龜死本土 真的 如果不是李小龍 你沒有其他地方推出來 所以我覺得 真的有很多東西 李小龍 亦都分享在去年 2016年 剛才我都說了 他們有一個體育堂 這間中學 簡直是拿雙哲君 看一個體育堂 還要給分 如果他那個科技 叫雙哲君 這個技術不行的話 他體育科技的分 是會減低了 這麼進步 有一個很過癮 其實我家長的 我幫你聽過 其實現在 跟玩音樂一樣 你明白 你越來越標準化 越來越多人學的話 那樣東西就不再 count 那些小朋友 現在 叫做限制履歷五板子 以前我滾了 不是整本書 五板子所謂限制履歷 你填什麼下去 但你考中學 你明白什麼事 八級鋼琴都不 count 但你冷門樂器都會 count 同樣道理 如果你說體育很厲害 有沒有想過雙哲君 是一個比較少人用的東西 我相信很少 他要求一個 特出的個人的文化 體育修養 但很少家長會填這些 雙哲君很棒 最過癮的是 不只講雙哲君 懂 講雙哲君是多少段 這樣就很不同 等於你學鋼琴 你分到級數就知道 越不聰明 所以我懂武術 武術是什麼意思 他有比賽過 每個人都比賽過 那問題是 雙哲君是怎樣 斷 我想真的 很常想這件事 小人之餘 現在要找特殊而出的東西 所以這可能已經是你的時代 都慢慢學習 也有很多東西 所以變化 其實阿珠要做完 很多東西 只不過就是 融合的東西 如何跟主流掛到奧 甚至是爭取成為一個 有人爭取成為奧運項目 我告訴你 這個是我們十年後的想法 你要運動一種 如果你有一個遠景去到的話 有很多動力會自然埋位 會 之後可能沒那麼努力 那些人忽然之間 有一個遠景 有夢想的話 會有一個凝聚力 在這裏 等於當年 中國武術 你算加多的時候 你沒有想法 原來可以當成一個表演的項目 在今天的情況下 你可以有很多的爭取 沒有錯 這是不單的表演 但老實說 你那個段數是有比賽的 你如果是跆拳道 空手道都可以的 那解雙跌棍 不行 最重要的是 奧運 有可能都不會爭取 即使是中國武術才算 都沒有那麼科學化 你做到科學化標準的時候 你就會有資格爭取成為運動項目 這一點 我作為一個遠景 是可以的 找到資正計 如果有一個遠景的凝聚力 大家會喚醒很多人的投入感 如果真的爭取成為奧運項目 什麼時候爭取到一回事 它的形象會很正面 很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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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一定會有很多人玩 這是國水來的 國水 又做到標準化的運動 你都還不爭取 等什麼 所以這些東西其實有很多人可以用 就視乎你的訊息 帶出來的時候 是如何令人可以有回應 但很容易出來 Jerry已經走對的路 因為他花了很多時間 很重要的 真的很有夢想 很勤力地 真的不停去做 很緊張 證明我來之前 都可能說 會不會研究不同類型的玩法 不是 又有棍子的研究 好 還有這本什麼 是書 很認真地 畫下 寫下很多部分 你喜歡一件事 你就會多角度去看一件事 甚至會幫它創新 符合這個時代的要求 之餘也可以引領到新的一班人 你也很愛好這件事 這是很重要的部分 都走了這麼久 這麼多年 其實這幾年 真的有小小的成績仔 起碼 16年來的時候 創立了建歷史 創立了建歷史 他又少宣傳 為什麼呢 因為學校屬於一個學界的東西 所以就不跟媒界的分別 如果當日是擺媒界 可能那個事情有多人知道 你又沒有尋傳媒體去呢 可能他純粹想是學界的 所以媒界真的少了邀請 有一個銀組 因為媒體也有一些專門版 是給學界的 對呀 所以現在認識得遲 早點認識 再做另一個 507之後就可能再多一點 因為這個起碼是開浮以來 我覺得自己最感動自己的一件事 是很重要的 香港有一個建歷史史的紀錄大廚 總是這麼本土 又是這麼國粹的東西 還有今年17年 回歸20週年 香港將這件事擺入了 我們回歸20之序一件事 即將20週年 回歸憲 是的 20週年之序 即是香港發生的20年的大事情 我們相接的紀錄被它列入了 那我也是知道的 我也是不知道的 是後期人們 上網看到 那是呀 師傅你那個事情被人擺了 是不是假的 斷心碼 竟然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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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問正事務主 即是政府看著一看 有這件事 我也不知道 但政府不會說你知 政府不會主動說你知 但正面的訊息是甚麼家科 是學界的 很重要 如果學界本身主動參與 可以創造世界紀錄 而這件事是 本土的武術運動 這件事是值得宣傳 用的 訊息很標準 我們整個線稿出來 訂出街都可以 是啊 當然需要多些人幫忙 是啊 對 也很開心分享 今個月11月 也透過康民署邀請我們代表香港 跟亞裔地方 那麼多地方領事館的人 一起表演 我們代表香港文化 就相接軍 跟亞洲那麼多領事館的文藝 一起演出 在尖沙咀 對著海浩 何時何時 完了 剛剛完了 剛剛完了 是的 康民傳 大家有沒有影帝 有一定有 有一定有 你們有網站 我們有網站 也有 你看到蘇公子的 武術對現世的壞部分 但傳媒很重要 傳媒的朋友都不知道 學界主動發起本土的武術活動 是世界紀錄大選 已經是二十周年 因為有一個可能性 例如之前也問傳媒朋友 有一個雙接軍 又是雙接軍 我上次訪問了他 可能就尷尬再出一次 這樣就跳過了 但原來是一次比一次精彩 所以又浪費了 你只是找一個anygo 去談 其實是不同的角度去看這件事情 以本土武術來的 那些人可以衝出國際 不是小事 但是沒有人知道 今天有人知道 今天之後麻煩大家留意一下 很離譜 有時這件事就是 可能你本身最深武術 最宣傳不夠 不像我們商界 你也走出去了 你也走出去了 明知商界的人 七分難色上大學 三分難色上大學 這七分難色上大學 真是沒資料 我出去有資料 這麼有資料 你不出去 以香港本土發起的武術運動 入了世界紀錄大選 那些人真的沒有 麻煩你 所以麻煩傳媒朋友留意一下 你們這些功課很差 還有提醒Jerry 其實有很多主流傳媒 其實有校園版的規模 怕死無新聞 校園裡面發生什麼事 其實是值得他們會訪問的 即是宣傳一件事 真的認知得太遲了 認知得太遲了 你現在還會再搞的嗎 當然會 不然有一樣東西 或者知道為什麼入校園版這麼過癮 很多人都沒有留意 因為當你說香港通識課程的時候 有一個叫做香港的本土 社會 朱宜超都會說 我們有一年也將雙智菌放在通識科裡面 是角術來的 有一間中學跟我們搞過 通識科裡面 沒有選擇 有一個提問 到底香港有哪個本土武術 拿了科尺紀錄的 沒有人說 也有一本小學的補充練習 有我一段要問 他看完我一段要寫的 真的嗎 真的嗎 講不懂 有兩份主流的報紙 其實是有通識教材的參考辦 如果他們不是採訪你 或者沒有放進他們的數據庫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學校是不認識的 因為他們真的做回自己的事 畢竟這件事真的沒有太多人說 因為我們的網台又不拍到宣傳 第一次就知道了 麻煩了 我會幫你發個訊息給他們 那些人真的不妨問你 第二次是明報兩份追出名 所以如果他們的校園版通識專頁裏面 沒有採訪的材料在這裏 其他學校的接收是會遲很多 對 另外還有一個比較冷門 但其實值得去的 你自己沒有出線稿 要給線稿出街 因為兩份是比較主流的媒體 雖然看起來好像不太熟 但其實是很主流的東西 一份是明報 另一份是信報 其實他們的副刊裏面是有說類似的東西 但是你不去投稿 你不主動通知他們的話 應該是 應該是 可能困在雙折棍衣服 不是不是 你拿了一個見靈性的世界 見靈性的價錢狀 你鬼你不算 你不知道 你不知道不知道 你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因為他今年列入了二十字座 是呀 你可以再拿出來說 就是大事 以武術界 以學界 其實都是好事 好事 整件事都很正面 對他們來說 也是一個 真的可以代表 很慶幸地 真的可以代表到 一個聯想起中國 或是我們香港一種的 本土精神也好 文化也好 這件事多有代表性 為什麼呢 因為Jerry都突破了一個很過癮的東西 因為其實以全世界來比較 好像Jerry說 有興趣玩人很多 但西方那套傳 就是有形而無神 你明白這件事 是 他連李小龍說什麼鬼都不知道 有部分的鬼都不太明白 反過來 你兼容了兩件事 第一 中國武術傳統 你真的可以 真的掌握得到 看你的材料 知道什麼事 第二 西方 將科學化的處理 你都可以兼容到 你的斷數系統 是這樣的 其實這件事 很有代表性 香港一樣 我們學館中西 我們兼容東西 唯有經過這樣的挑戰 過到這個難關之後 你才能夠說得到現代化 你不相信 你真的看回中國最近 中央出的指引 關於如何 規管武術界的事情 你會明白什麼事 就是因為他不想 你這幫人 滯後 中央好鬼死 不抵得 要踢你向前走 第一就是 你不要再搞什麼門派 都很離譜 第二 他真的要規範化 是能夠跟主流的體育和教育 是可以掛勾的 你才可以說得到有前途 你再亂開的時候 只是演藝或者打鬥 沒有意思的 這件事 所以變了其實 有很多事情 都我相信 環境是配合的 但可能他真的很嘴心 做這件事 就沒有想到外面發生什麼事 我想我們做傳媒的一幫幫忙 所以我們這個網台全都肯幫忙 所以你叫他們上來 因為每次都是 希望這個節目當中 找一些不同類型的朋友上來 分享之餘 亦有多些交流 有時候 大家要認識有很多事情 對 和你聊天的時候有些事情拿一下 啟發很多事情 因為每次 大家互相啟發是一件好事 互相學習 當然看我們節目的朋友 都可以互相學習 正正是我們的目的 做這個節目的原因 對 沒錯 我們時間差不多 差不多 直播 真是直播 你知道嗎 你一直都很想 在那裡撒一套滾 但你坐在那裡 因為起床 可能會影響到鏡頭 所以才會忍著 我們在網站也有 很開心的 有Facebook也有 我們都會把你們的內容 放上去 想要加多一點的話 可以在下面的link 找回他們 謝謝你 我們可以去看見歷史的紀錄 和影片的影片 這個很重要 很正常 在見歷史的網站 很正常 香港人都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香港人都知道 維港珍珠 謝謝 拜拜 拜拜